用語是天主教的用語 那我們自己就是把它翻譯一下 只是翻譯上的不同 但是在這個苦路的當中呢 我們第一遍會邀請弟兄 請你以詩歌來敬拜 姊妹來默想 第二遍的時候 我邀請姊妹請你來開口 那請那個弟兄你可以默想禱告 第三遍我們在唱副歌的時候 邀請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同心合一來敬拜 可是呢如果你說 哎呀我雖然我是弟兄 我現在想要默倒了 沒問題順著你心裡的感動 如果你在這個 在唱的過程當中 你希望可以開口來敬拜 沒有問題 就順著聖令在你心中裡的感動 讓我們一起邀請弟兄姊妹 我們背起十字架 一同與耶穌走這苦路 第一處 比拉多神耶穌 第二處 耶穌悲苦降 第三處 耶穌跌倒了 第四處 聖母遇見耶穌 第五處 希滿幫助耶穌 我們請弟兄姊妹 我們請弟兄姊妹 我的身體 我的一切 我的身體 我的一切 現上當作活記 主啊 我到你面前 那我比拉多神耶穌的事物 祝你更新 求你接近 我的心是一年 當彼拉多神耶穌的事物 我與你同定是家 主耶穌我謝謝你 你不為自己 你不為自己 你不為自己辯論 因為你知道 你愛世人 你來是要拯救世上的人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現上我的幾天 願我一生 夢的願啊 成為你的心願 邀請姐妹 我們現在聽一次第一處 第一處 彼拉多神耶穌 第二處 耶穌悲苦架 第三處 耶穌跌倒了 第四處 聖母遇見耶穌 第五處 希滿幫助耶穌 主啊 我到你面前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現上我的幾天 我的身體 我的一切 全家族遇見 求你更新 求你結晶 我的心思一年 求你更新 求你結晶 我与祢同地失调 如今不是我活着 因我知道祢是神爱我 我只为祢而活 主啊我当祢面前 只剩我的今日天 愿我一生望祢越南 成为祢的喜悦 我们一起敬拜 我与祢同地失调 主我愿意同祢定失调 如今不是我活着 因我知道祢是神爱我 我只为祢而活 主啊我到祢面前 圣上我的几天 愿我一生望祢也难 成为祢的喜悦 弟兄姊妹我们再一头与耶稣继续走 第六处圣父擦耶稣脸 第七处耶稣再跌倒 第八处耶稣劝告富人 第九处耶稣又跌倒了 第十处耶稣衣服被剥 神高养 神高养 我们请弟兄 主啊我来到祢宝座前 请姐妹默想 我心向祢敬拜 我心向祢敬拜 愿尊归荣耀很感谢 都归宝座被撒高养 主耶稣虽然祢在十字架 受尽神高养 可是那是光荣 这是祢的荣耀 彰显的时候 我罪至自由 神高养 祢指着我的心成熟 第六处圣父擦耶稣脸 第七处耶稣再跌倒 第八处耶稣劝告妇人 第九处耶稣又跌倒了 第十处耶稣衣服被剥 主啊我来到祢的宝座 主啊我来到祢宝座前 我欣赏祢敬拜 祢宝座前 在我里海 我要清白 复复在祢身界中 主啊我来到祢宝座前 全人向你归拜 愿尊归柔 要何感谢 都归宝座被沙高养 主啊我来到祢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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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祢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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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得到得招更多的人 第十一处耶稣被定苦架 第十二处耶稣死在释架 第十三处圣母报耶稣 第十四处耶稣被葬五血 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我邀请你 如果你的身体允许 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一同来宣告 耶稣不在空的坟墓里 祂已经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耶稣万活地盼望 耶稣忧伤着你的安慰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此我们不再忧伤 耶稣黑暗中的光 耶稣现实中的证明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你为我道成楼身 断开黑暗复活的神 你是我神 用主我心 你是盼世 我所依靠 你是真光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已经复活 战胜去怕 和平均望 灵我清静 耶稣我主 你是我勇活地盼望 主我信靠你 我也宣告你 是我万活地盼望 耶稣忧伤着你的安慰 当我们飞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为耶稣他已经走过 黑暗中的光 耶稣他知道什么是现实 因为他是真理 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下保险 他邀请你 愿不愿意相信他 一起来背着十字架上 有主我心 你是白事 我所依靠 你是真光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主耶稣一定复活了 你已经复活 我来生训练 和你君王 利我亲近 耶稣我主 你是我勇活的盼望 隐形 为我造成容身 Fan开黑暗 不活的身 我们最后来宣告 你是我生 用助我心 你是盼世 我所依靠 你是真话 照亮在全世界之上 你一起抚火 战胜去怕 和平君王 令我亲近 耶稣我主 你是温柔我的盼望 我信靠你 我信靠你 我信靠你主耶稣 当你邀请我们走上你这段苦路的时候 主你说我们不用害怕 我们不用孤单 我们要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设计的 主耶稣 我们愿意回你 我们愿意背起我们十字架来敬拜 愿我们今天的敬拜 在你面前哄你悦纳 祷告奉绝出的名求 Amen 我们请弟兄姐妹依然站立 将时间交给司会 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十字架受死 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的赦免 我信身体的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请坐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敬拜神 今天是中述主日 那我们彼此问安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说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基督做王 今天我们很高兴要请到国财兄 他要为我们做见证 我们把时间交给国财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跟各位来分享我信主之后 所得到的一些恩赐 那我想就说 因为我进入到这个教会时间算非常短 我在去年的复活节受洗的 到今天来讲的话还不满一年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讲的话 我想 我享有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今天来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 那我想就是说在我受洗之后的话 我有一些感受 那在这边的话 那从我受洗之前 那我的一个生活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是一个非常很霸道的一个人 我很不懂得体贴 但是在我信主之后的话 因为我是因为医治来信靠主的 在这过程里面我所受到的一些 我以前会把它当作是折磨 但是现在我也把它当作是一种试验 而在这过程里面让我学会 就是说谦卑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很渺小 在这过程里面的话 那我想就是在我这个 学会谦卑以后 在对于我整个一个家庭也好 还是在交友也好 还是在工作上也好 帮助非常的大 那再来的话 我的生活作息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以前来讲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想到 就是说我会进教会来 我根本就不会就说我会读圣经 我根本就不会去参加什么祷告会 也不会说把读经当作是我生活的部分 以前来讲对我来讲 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对我来讲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透过这一些过程来讲的话 让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是受益非常的多 那当然的话在这最近里面的话 我也就是说有 有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 打个比方说 因为透过参加这个祷告会里面 那在这个祷告会的过程里面 有认识了更加认识了牧师们 更加认识了一些长老 也更加认识了一些职士 也更加多认识了一些兄弟姐妹们 而在这过程里面 因为我太太 她原先的话她有一些俗称的五十间 事实上因素也很多 她有到各大医疗院所去做过一个治疗 復健 她常常就是说晚上会痛到就没有办法入睡 很痛苦 那我当她的诊鞭人 看到她这么痛苦来讲 我心里很难过 我一直逼她来讲 要有耐心 还要再去做復健 要去再做復健 这一家不行 我们再到另外一家去 但是就是说也都没有办法 直到就有一次跟 在祷告会里面 跟林元长老提起到 林元长老介绍我们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话 就在那边仅仅就做了三次而已 大概就恢复了八九成了 晚上可以入睡了 当她的诊鞭人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她能够入睡我也好睡 那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来讲的话 我也要非常感谢 就第一个民元长老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在这祷告会里面 为我们全家祝祷的各个弟兄姐妹们 那再来的话 那在这个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因为我为了就要处理公司的一些 就是说资产的部分 那我有处理到就是这个在 我们在陈德路三段的一个办公室 在处理过程里面 那时候我心里面想着 我那时候在想就是说 诶 现在的话房地产那么不景气 那我要处理这个不动产的话 可能大概半年来讲应该不过分吧 半年能够把它给处理掉的话 我心里面我也会觉得很开心了 但是就是说也很巧 再一次祷告会里面 刚好也跟那个群玉姐 跟她提起到这件事情 那也跟群玉姐提到就是 诶 那我们本身来讲 也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 第一个要处理 第二个来讲 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理想家里 会在什么地方 那群玉姐来讲 那时候就告诉我 嗯 绝对会有所成 他又帮我们祷告 那结果也很巧 因为隔了两天来讲 我们跟那个房仲业者 跟他做一个签约的动作 签完约以后 隔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在我们楼下有一个住户的话 他就跑上来问我们说 你们是不是有房子要卖 我说对啊 是有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第一步 然后在一个离 我没想到的话 就是说在一个礼拜之内的话 他主动提起到 我太太 她所的一个理想价位 然后更加意外的是 这位要跟我们购买的姐妹来讲的话 她也是我们组内的 好巧 这好巧 那我一直在想就说 这个不是主的作为 那是什么呢 我完全无法解释 而且就房仲业者他还讲到说 你这个价位我们房仲 是我百分之百做不来的 我再找可能再找半年也找不到 所以说我在这里又感受到 那满满那个主的一个恩典 那再来的话 最近一次 我在跟我太太要来这一个 参加祷告会的一个路途当中 因为我家住卢州 会从三重交流到那边上来 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 开着车子结果后面被追撞了 还好一切事情都没有 只有车体来讲 受到轻微的一个碰撞而已 那在这里的话 说真的也是感谢主 因为说真的 撞我们那一个人的话 他自己因为是开车不小心 也没有说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说真的就是物损而已 在这里面 都真的要感谢主的一个保守 让后面那位年轻的车主的话 从这里面也学到一刻 开车要专心 因为旁边他是在的他的女朋友 那所以说一切都感谢主 他让我们就是说在一切可承受 这一切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来经历的一些事情 那我在这边的话 说真的 我是信主的话 时间也不长 算是非常的短 但是我在这里的话 我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激 因为从信主里面的话 让我得到的 我可以感受到主对我的一个爱 那这个爱来讲的话 也让我就是说 心里面的话 负担减轻了非常非常多 以前我太太说 我好像不大会看到你笑 但是现在呢 我比较会笑了 因为有很多负担的话 我现在学会就是说 把负担就交给主吧 那我就尽力去做我份 该做好的事 那剩下负担来讲的话 就交给主 那以前我常会为我儿子担心 你不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那个 但是现在呢 我会尊重我小孩的一个意愿 因为我相信就是说 主比我更爱我儿子 我爱我儿子 但是主比我更爱我儿子 那我相信主会给我儿子 更好的 比我更好的一个安排 我只要就是说 所以他只要他不是去做坏 那在一个大原则之下的话 说真的 我一切相信主对我的安排 因为从我这个历程里面来讲的话 主我是信的 我是百分之百相信的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做这一部分分享 那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国财兄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为他的分享献上感恩 也一起为国财兄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刚刚国财兄的分享 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 主谢谢你 因为知道他去年才刚受洗 但是这短短的一年 他就经历到你许多丰富的恩典 谢谢你就塑造他的生命 让他可以更谦卑更感恩更有包容 也谢谢你在工作上祝福他 让他在不动产的处理上 经历你超然的祝福 也谢谢你 也祝福他在医治他的太太的五时间 主也帮手他在车祸当中都经历平安 主我们从国财兄的分享知道 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分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可以来细细的数算 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主我们也为国财兄 他稳定的参加祷告会 有小组生活 还有稳定的读基因生活 向你献上感恩 主也求你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 有肢体生活 来经历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的美好 也在你的话语上更加的成长 就像国财兄一样 我们就被你来更新 主我们也在这边 为国财兄跟他一家 来向你献上祷告 求主继续来祝福 带领他们全家 祝福他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 让他们这一家 越加的彰显你的恩典 让众人就看见 就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这样子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欢迎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在手边呢 有两个名单 一位是张文哲教授的女儿跟女婿 方便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们吗 欢迎你们 他们一家好像回国探亲 等一下也欢迎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 那还有是王碧慧小姐 方便让我们认识你吗 欢迎 欢迎 请坐 对 她好像就住在这附近太顺街 对 我们教会有预备午餐 欢迎大家留步 好 接下来是报告的事项 首先是下礼拜跟再下一个主日复活节的消息 4月1号跟4月8号都是联合礼拜 4月1号是清唱剧 复活节清唱剧联合礼拜 4月8号有复活节的圣离点联合礼拜 那请大家留意 我们只有10点的一场礼拜 也请大家预备心参加 还有就是 接下来这一周是受难周 刚刚领唱的弟兄姐妹 已经帮助我们预备心来进入这一周 那教会也鼓励大家可以参与受难周的禁食祷告操练 那也许你们已经有注意到 在1楼还有在B1都会有海报 你可以填写你的名字来认领 然后教会也有预备有关禁食祷告的一些资料 欢迎大家可以来操练 然后可以一同来经历神更深的经历神 还有宇宙光2018年复活节有特刊 是从影中复活 也欢迎各位可以去购买 来参考 在1楼的招待处有贩售 那这边也要跟各位报告 青壮部有新的小组成立 有安德烈小组AB两个小组 是欢迎福音朋友参加 所以如果你想要陪伴福音朋友 欢迎你们去跟秋菊小组长 秋菊姐小组长跟信花姐小组长联络 接下来还有感兰小组 是给单身的姐妹 35到55岁的单身姐妹参加 可以跟玄慧姐联络 那我们还有医师小组 改名为陆家小组 然后还有宣教祷告小组 都欢迎各位参考 那这个消息呢 是有关师之培育 然后是儿主的师之培育 跟一个用圣经说故事 传福音的一个训练 是4月14号 跟儿主的培育是4月14号跟21号 那欢迎大家可以参加 好 接下来要先预告 6月份在端午节的那个节期的时候 我们有办一个和平的传道人回娘家的 和平人退休分享会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和平有很多传道人 被拆派到台湾的各个地方 然后今年我们邀请传道人回来 然后不只是只跟我们有讲座分享 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 有两天一夜 可以一起住 可以跟他们更深入的认识 来听他们分享他们 怎么与神同行 他们的生命故事 这是很难得的经验 然后名额也有限 是在新竹的圣经书院 然后请大家可以尽快报名 好 接下来是以色拉查经班 在4月8号上午会举行 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恭喜昨天 我们本会的许姓女弟兄 跟林玉琪姐妹 昨天举行结婚礼拜 我们也求神祝福新建立的家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同心祷告 为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些消息 跟教会的事工来守望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恭敬聚集到你的宝座前 我们要尊崇 要送赞你 我们要把感恩归给你 主 今天是终述主日 我们要迎接你圣子 来到我们当中 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高唱和撒那 求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做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也恳求天父 你来圣化 这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保守我们的心思 保守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与你同行 与耶稣再走一次 送难周的角中 让我们与你亲近 来思向你对我们 舍己的大爱 求主耶稣再复活节期 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 帮我们也可以经历 在圣灵里复活的大能 主耶稣我们在这边 也为教会 复活节期的一些事工 向主献上仰望 我们首先为4月8号 圣灵点即将要受洗 和转集的兄姐们 来感恩 求主耶稣赐福他们 对你的认识更加深 他们的信仰越来越坚固 求主赐福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荣耀你的名 也祝福今天下午 牧师跟长老们 要跟他们面谈 祝福这整个过程 今天儿童主日学 他们也有野外崇拜 而且他们还去安养院 去唱诗歌 带来复活的好消息 求主耶稣就祝福 这些小朋友们的服事 让他们可以把欢乐 把爱 把复活的盼望 带给在安养院里面的长辈们 也祝福这些儿童 在服事的当中 也经历满满的喜乐 他们也学习怎么样付出 主我们也为教会 已经开始三周的成人主日学 向主献上祷告 求天父 假天给每一位成主的老师 有属天的智慧 也有教导的恩赐 也保守每一位学生 都有学习的热忱 让老师跟同学都一同被造就 一同来跟随你 我们也在这边也来纪念 南原教会四月份 即将展开的幸福小组 恳求天父 假天给南原教会 爱的力量 主让他们有能力来陪伴 福音朋友 也保守全体的同工们 我们在整个服饰 这个长长的 这几个月当中 一同来操练合一 操练祷告 一同来经历你 我们在这边 也为台湾来祷告 今日我们知道花莲 正在捐款的运用上 有一些争议 主啊 求你来保守花莲县政府 可以有智慧 能够忠心 有见识的 来使用善款 也求主来祝福受灾户 可以早日的充建家园 心灵得到安慰 最后我们再一次 把今天的主日 恭敬叫做在主耶稣的手中 求你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为因为病痛 不在我们当中的 益菌姐 还有生产后再恢复的 施仪姐 还刚动手术的中心胸 来祷告 求主耶稣也看顾 来医治他们 也求主来恩高 蔡牧师今天的信息 竭尽我们 让我们能够体贴 基督你的心 也有能力 来遵循你的旨意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神秘天神,聖地道, 天神祂,聖地道, 天神祂,聖地道, 祝我贤主恩 千尘空心 安耐心 在主教前进的家 千尘空心 安耐心 永远回首主的神 安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会尽力他丰盛的赏赐 那我们来听今天的主日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居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迁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那人必历史让你们迁来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居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了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 和撒那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那 耶稣寄进了耶路撒冷 合成都惊动了说 这是谁 众人说 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维伦牧师 他今天正到的题目是 跟耶稣走过受难周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大家会不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一下子今年就过了三个月 已经四分之一过去了 但也有看见春天的脚步 一天天的接近 牧师还记得有一个前几个礼拜 有一天在教会的旁边拍那个樱花 好漂亮太阳照下来的时候 但每隔多久就开始长出叶子来 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个樱花就不见了 而变成整棵是 那个翠绿色的樱花树 上帝很奇妙 在春天的时候 让鼓励我们能够开起眼睛 去看见在这个春天当中 神在生命当中 那个更新 那个转化跟变化 下个礼拜是复活节 而在这个礼拜 从今天开始是一个受难周的日子 而牧师想跟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问大家那个复活节的日子怎么算 可能以前有听过 因为每年的复活节日子都不一样 不像母亲节五月第二个礼拜或是什么 复活节怎么算 有什么分 什么圆 什么第几个礼拜 不错 好 那我们就在 就是春分月圆后第一个礼拜天 这个春分是大自然的现象 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地球当中这个时间白天跟晚上 这有这样的一样长的春分 月亮月圆也可以看得出来 月亮圆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 所以是春天的季节 但每一天每年可能不一样 但也在这当中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在我们华人清明节左右的时间 会来到这个时间 今天而在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 在教会当中俗称他中树主日 因为在那一天是主耶稣 他进到耶路撒冷城 在那当中 而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 记载他们用很多的中树枝 有的铺在地上 有的就拿着在那里摇动 来欢呼欢迎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 所以称作中树主日 牧师今天要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 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他们在欢迎的主耶稣 到底是谁 对他的认识是什么 以及邀请大家在 在来的这个受难周当中 一天一天跟着主耶稣 走过今年的受难周的日子 先开始一些背景的介绍 第一个在四本福音书当中 用很多的篇幅来描写 如果你一个人要描写他一生的日子 可以有很多事情在做不同的人生阶段 但四本福音书很特别 在耶稣最后被定十字架前的一个礼拜 四本福音书用很多的篇幅来描写 耶稣在这当中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其实是这个时间点 是犹太人的余月节 余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它是犹太人好像过年一样 大家很欢庆 余月节的由来 是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祖先 曾经在埃及做奴隶 他们那边受到很痛苦 而他们跟上帝护求之后 上帝派摩西来带领他们 但是当时的埃及的法老王 不让他们出去 所以摩西就在上帝的引导之下 有十种十个灾祸 而到第十个灾祸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间点 摩西要以色列的百姓 在他们家把羊杀了 然后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那个门框上 有点像我们华人的什么村联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渊源 涂在那边 而当这之后那天晚上 有一些天使被上帝所拆派 他要到不同的地方去 击杀那个家庭里面的长子 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家庭 如果门口有涂了这个门框 这个羔羊的血 他就翻过去跳过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其实在当时 神上帝所设的一个很大的惩罚 但埃及人每个的家庭隔天早上 都发现长子过世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法老的心才软化 才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走出去 所以这是逾越节 而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的这个记载 这些的事情之后 摩西上帝透过摩西说日后 当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给你们的那地 就要守这里 而让他的儿女们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记 纪念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搭救了我们各家 所以在那个当时 是以色列百姓庆祝上帝的拯救的一个日子 所以这也成为他们一个很特别的节期 好像新年一样 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 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 许多的人会从他们的家 好像朝圣的日子一样 出去一下就走到耶路撒冷城 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这里 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献祭 他们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来守逾越节的晚餐 来纪念当时那个晚上 上帝所做的大的作为 我在相信我想在那一年 当从不同以色列不同的地方 大家从慢慢的这些朝圣者 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 除了准备这样的心 要去朝见上帝之外 他们也会在当中彼此流传 说我在哪里 曾经有一个叫耶稣的人 他有大的教导的能力 他会行神迹其事 可能有人会说 他靠着上帝的能力 让瞎眼的人看见 让瘸腿的人能够行走 甚至走到博大尼那个城市的时候 那里的人见证说 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 让死人复活 而在这一群民众 一直往前要去朝圣的日子的过旅程当中 队伍里面 竟然发现耶稣也在他们里面 我想那种心中的快乐 跟见证上帝 施行大能力的那样的心 因此那个队伍就组成一个 好像欢乐的日子 随着快进入耶路撒冷 大家自动的把那个衣服铺在地上 然后很快乐的把旁边的棕树枝切掉 然后一起摇晃 好像个欢乐的队伍要进入耶路撒冷 可能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 但是对以色列当时的百姓来说 那是一种欢乐游行的队伍 就好像我们的游行里面 总是有那个乐队 总是要放鞭炮 总是有音乐 还是有电子琴的花车 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当中的 而在那当中铺设衣服 那是代表当尊贵的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让他从那边走过去代表一种尊崇 我们在一些可能特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不是有种红地毯吗 意思就是像那样一个红地毯 让尊贵人走过去 甚至撒上玫瑰花瓣 甚至是新人走到婚礼的时候 有一个地毯能够走 相似的这样的情况 而在当时巴勒斯坦的地方 有很多的棕树这样的植物 所以当百姓看见这个时候 他们割下或摘下这些棕树枝 摇晃出声音 代表一种庆祝 而百姓他们也一起喊着 河山那 高高在上河山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是诗篇118篇的二数26节里面 讲到这样的一种呼喊 而河山那在开始原本的意思是求救 如果台语讲就是救命救命 这是一个好像遇到危险的时候 逞求拯救 但是河山那这个意思后来转换是 当在困苦的人遇到别人 遇到君王或是上帝拯救之后 他就说河山那赞美神我得到拯救 而就在这样的道路旅程的当中 而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 称颂的 是耶路撒冷的百姓 当每年在这个朝圣的日子的时候 当有人朝圣客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耶路撒的居民 耶路撒冷的居民会对他们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是一种打招呼 是一种欢迎 但在这个队伍当中 他们这个河山那跟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 是特别针对在队伍当中的主角耶稣 因为他是奉主名来的 值得称颂的 就在这个当中就一步一步走进来 我还记得当我们家在美国 在那里读神学院的时候 就参加在神学院的对面 一个美国的长老教会在那里聚会 我还记得有一次中树主日 我不知道阿佩还记不记得 就是有他们拿着中树枝 让主日学的学生 就从后面两排这样走进来 然后大家就觉得 然后摇动树山 河山啊 大家觉得那个礼拜特别不一样 然后他们就分散 就到可能坐在阿公阿嬤 爸爸妈妈的身边就坐下 然后牧师呢 就说今天要大家一起做礼拜 等下牧师讲到 讲到核山那的时候 大家要摇晃 很注意 所以在那个过程的当中 讲到核山那的时候 就摇动这个树枝 奉主名来的应当得到称赞 也是大家摇晃 或许我们的主日学 以后有机会 可以在这里让全家一起 来经历那种 好像主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进城的一个特别的经验 透过刚刚的解释跟说明 那我们看见耶稣成为那个 游行队伍的焦点 百姓迎接他 但除了这之外 牧师要邀请大家就去看 如果你也在当中 你还留意到什么 在一个很反差 或是你想到的一个很大的游行当中 好多事情在发生 根据圣经这样的记载 你还看到什么 在这段经文的观察当中 你看到什么 除了这个游行的队伍 跟耶稣成为游行刁点之外 你看到什么 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先分享 你也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 我分享一个大的 我看到一个大的跟看到一个小的 那个大的是什么 那个大的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一个 在以色列历史里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是大卫王 当他开始设立成为王的时候 一个首都的地方 也是他的儿子所罗门 上帝应许在那里建造圣殿的地方 当圣殿建好的时候 上帝应许耶和华的灵 要藏在这个圣殿当中 成为一个同在的记号 这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是耶路撒冷城 而这个地方也被称为西安 因为在那个山叫做西安山 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 常常读到西安 西安的百姓西安山 就是指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的地方 而在更早的时候 在旧约以色列的族长 亚伯拉罕那个时代 更久远的时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相传 也是当上帝要亚伯拉罕 献他的儿子以撒 走的地方就在这里 也是在当时 当亚伯拉罕那个时代 当有一次亚伯拉罕去打战征战 把他的家人抢回来的时候 当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麦基喜德的先知 祭司在那边迎接他 要他献祭 归荣耀给神 而那个麦基喜德 先大的祭司 也称为撒冷王 撒冷就是这个耶路撒冷 同样那个地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那里 而上帝也后来跟大卫应许他 跟他立一个特别的约 说当大卫王你的子孙 要世世代代成为王 以后要有一个王 永远在这当中 上帝要让他在那里永远做王 当大家想到上帝跟大卫 约立的约的时候 想到那个地点 就想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他这个王 弥赛亚拯救者要做王的地方 而这个大 是当在这个特别的场合当中 一个特别的地点 跟那个期待已久的尼赛亚 在这里见面 但圣经中21章10节却说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 何成都惊动了 大家都问这个人是谁 惊动这个词在原文 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 就是地震 就是那个震动 是用在可能像大的风暴 或是地震的时候 那一种摇晃 让大家惊恐的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在那个大的场景当中 虽然看到表面 许多的人欢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 但大家都在问 到底那个人是谁 他是犹太人的王吗 他是那个要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吗 可在那个当当这个 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的里面 当问这个犹太人的王弥赛亚 是涉及很政治敏感的议题 会是引起烧动的地方 而他当耶稣也曾在不同的地方说 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对当时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里面的大祭司 跟其他的法利赛人 他们也对这样的称呼 深感不安 而这个逾越节 如果对当时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巡抚比拉多 跟其他的军官 在这个节旗 这么多人聚集的地方 是深恐许多的暴动跟冲突 所以当耶稣就在那个场景的当中 进到耶路撒冷 大家问这个人是谁 十一节众人回答说 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 大家认识他是先知耶稣 但在这个耶路撒冷 虽然我们说起以前发生这么多的事 这么的伟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耶路撒冷也是 但是在旧约许多的先知 包括耶利米 包括其他的人 当他们在那里 说出上帝话语的时候 当时的政治人物 宗教人物 在那里将这些先知 杀害的地方 福音书的作者写到 这个先知耶稣 让人想去想 想去留意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接续在21章 这里是到第11节之后 在33节的时候 耶稣在受认之后的日子里 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耶稣说有一个人 他要出去旅行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葡萄园 还有一个炸葡萄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去旅行的时候 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 租给一个园户 那之后等到 当那个时间到了 要收成的时候 他派他的仆人 一个一个到那个地方去 要收取租金 要收取这个收成的东西 但是园户却把这些人抓起来 有的打 有的甚至杀害 当这个主人知道之后 他想那我如果是这样 那不然我这次派我的儿子 去到那里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他们会尊敬他 没想到当这些园户知道 这个是主人的儿子要来了 太好了 这个财产就要给他的 我们把他杀了以后 这些都是我们的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 这些园户 坏的园户们 就把这个儿子给杀了 圣经记载 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路撒冷高层的祭司长 跟法利赛人都听出 这是指着他说的 指着他们说的 更想要抓拿耶稣 显然在这个大的耶路撒冷的 整个情境当中 在这欢乐的欢呼的 游行队伍的背后 有更多黑暗的事情 在那里发生 在那里酝酿 在那里酬化 欢乐的游行 只是表面 但也在这路程当中 事件里 牧师看到另外一个 不是大 而是小 看到一个小小的驴子 他记载了一批驴居 驴子 小驴子 耶稣说他在伯法旗的小城 要往对面的村子去 要两个门徒往那个村子去 如果其他的福音书记载 另外一个村子叫做伯大尼 就是拉撒路 还有玛利亚 跟玛大居住的地方 在那个村子当中 耶稣要两个门徒 在那里牵一匹驴子 然后来跟随他 当主人 耶稣说当有人问 如果你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 主要用它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耶稣可以遇见这些事情 要发生的事情 是有计划的 而圣经也记载 这是要应验 撒加利亚书 这个先知所说的 当你的王进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公义的 施行拯救的 千千何何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居子 一个小的驴子 而且对照在马可 跟路加福音的记载 他们形容这批驴子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或许我们一般想 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子是什么 野驴子 没有人能够骑 怕它被它甩掉 但是对当时的犹太的文化 或他们的理解 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是上帝特别的预备 要做一个神圣的使用 那是一种象征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讲到 要献祭的牛 是那个从来没有背过二的牛 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什么 是神特别预备神圣的用途 而主耶稣说 主要用它 所以就这样 在那个大的场景里 有一个一批小小的驴子 被从远的地方牵过来 耶稣坐上它 往前走 在上帝的预备当中 这批小小的驴子 顺服 勇敢 走一条 它没有走过 没有想过的道路 在我看来 它不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因为圣经的作者 花了蛮长的篇幅 来形容 这一个点 有很深的属灵意义 耶稣邀请一个顺服 小小的特别的驴子 跟他有份 一起走这一条 进入耶路撒冷的道路 除了这个大的耶路撒冷 跟刚刚讲的这个小的驴子之外 也可以去默想一个 耶稣到那个时候 到底 如果你要画那个耶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我在设想 就好像牧师之前说 我曾经在路过 看到那个世大运的选手 在那里胜利的时候 坐在游览车上 所以那游行的队伍上面 每个选手是这样 好高兴喔 你在想耶稣 在那个欢呼的队伍中 是不是也是这样 到底那样的图像当中 耶稣骑着驴子进城是怎么样 摘线的当中 我们看见 耶稣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 他很安静 他走在这个当中 来走进来 有圣经的学者说 刚刚引用的这个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还有其他以赛亚六十二章十一节 要凸显是一个谦卑的王 他走着 坐着驴子进来 他不是坐着一个一匹的战马 为着征战而来的 虽然我们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曾经诗篇里也常有 讲到说一个 荣耀的君王进城的 这样的一个记载 在诗篇二十四篇七到十节里面 我想到好像是一个很尊贵 很有荣耀的王进城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远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他说 那荣耀的王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远的门户 你们把头抬起来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耶和华 耶稣是那荣耀的君王吗 是的 他是 他是弥赛亚 但众人所期待的是一个这样的王 能够带领他们来征战 然后能够透过这样的君王 来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 他们期待了四百年 被殖民的国家当中所期待的 但是耶稣在这里 并不像大家所期待的 是一个这样的王 所以在这段记载的最后游行的结束 耶稣没有发表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论 或是鼓励大家的各种的演说 虽然耶稣在其他的 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节期里 根据约翰福音 他有一次在那里 在很多人的地方 他站在那里大声对大家说 我是生命的活水 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他们心中 湧出这样的活水 但耶稣在这一次 却连这个也没有说 他只有安安静静的坐在驴子上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周回很喧嚣 很欢乐 好多人涌挤在那里 而他是那个主角 但好像他没有入戏 他就很安静谦卑的 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 到底耶稣的心境是怎么样 这位全人的主 他将引起耶路撒冷城的烧动 甚至是震动 他也深知在这当中 之后要发生的事情 这位为人类带来和平的君王 他知道那些事情 但旁边的人可能完全没有人知道 事情要怎么样的成就 他依然勇敢谦卑的慢慢的走进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看圣经所记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重新回来想耶稣全部都知道的时候 在他这个和平的这个君王 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到底是谁 他是王吗 他是王 但他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王 不是百姓期待的政治的弥赛亚 他不是为着要在地上建立任何的属世的国家 但是相反的 他是王 他是一个愿意顺服 在上帝对他的心理的计划 那个神圣的呼召 他是王 他愿意接受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 他是王 他在这当中 他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 他在一步一步走着那顺服到死的道路上 在这光荣进城的路上 或许在旁边的声响 但耶稣不听那些大的欢呼声 那些浩童的吹响 因为他知道 这是一个进入苦难的序曲 但是他更清楚 那个真正属灵国度 上帝要透过一个受苦的仆人所应验的 那个凯旋的声音 巧巧小小声的 就在这耶稣和平的君王的身上已经开始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得到称赞的 是的奉主明来的是应当得到称赞的 但或许不是那么大声 而是当耶稣在心中自己思想 他愿意奉主明来走上一条顺服受苦的道路 是应当得到称赞的 受难周就从这里来开始 他邀请我们去思想 关于耶稣是谁 牧师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在今年的受难周当中 跟耶稣一起走过这受难周 可能对国财兄来说 他去年刚受洗 那复活节受洗 受难周已经过了 今年可能是他成为受洗基督徒 第一个受难周的日子 但我看着大家可能好些人 你已经从小在教会长大 过了好多的复活节 拿那个红蛋或彩蛋 受难周的过程当中参与一些的事情 不管你参加多少次 牧师邀请大家 是不是一起我们跟着耶稣 再走一次 他在受难周里所说生的事情 根据教会的一些传统 他们把四本福音书里面 耶稣在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 给每一天都有个不同的日子 中述主日训悔日变祸日 一个一个不同的日子 圣经中这些事情在那里来发生 我们看见耶稣 接着他洁净圣殿 来改变那个在宗教生活里面那些的偏差 耶稣在那个当中 他为耶路撒冷来哀哭 因为知道这个大家看为大的忠心 上帝在三四十年之后 有个大的一个改变 一个大的毁灭在那里 耶稣跟法利赛人来谈论道理 在那里争辩 耶稣也在那当中放下心来 体验到一个妇人 玛利亚对他用香膏抹油 那份的体验他即将埋葬的心 耶稣在那参与在最后的晚餐 为他的门徒来洗脚 他在那里设立圣餐 要他们记得这件事情 耶稣在那里为门徒 讲出他好像是在临终之前 对门徒所说的那些的话语 并为他们来祷告 之后耶稣就在克西玛尼园祷告 那个以人的身份 面对苦难实价的那种难处 他在那里来承担求上帝保守 紧接着他被捕 他被遭受背叛 他被否认 他被审判 他被吐口水 他被鞭打 他被脱掉衣补 然后他在另外一个队伍的当中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一步一步从耶路撒冷走到城外 在城外的哥哥他上面 在那里被钉死 各位 这是耶稣在世最后的一个礼拜 在那当中有太多 可能我们很难在一个礼拜里面 体验到的人世间的 那些的悲 那些的亲近 那些珍贵的记忆 而在那当中 到底耶稣在每一周 每一天当中 他的所说所行 帮助我们可以怎样认识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谁 以及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说这些事情 当我们知道他是谁之后 下一个问题是 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 如果他是王 那我们是否是那个 愿意跟随他的人呢 如果他是王 我们是否是那个 会在中树主日的时候 在那里与他 一起摇着树枝 陪他进城的王 的百姓 但我们是不是他是王 但为什么我们好像有时候 去也杂在那个 喊着要定他十字架的 那些群众的当中 还是那些的学生 虽然他知道他跟随耶稣很久 他自认比别人更认识耶稣 甚至走在那个 进入耶路撒人的路上 他们可能沾沾四喜 想个再来不久 他的主 他耶稣就要变王了 他就可能变成一个很伟大的人 但在那些人 他们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使命 甚至到最后这些门徒 四处四散 一个也不在耶稣的身边 而那个被称作 自认为耶稣的大门徒的彼得 却在那当中经历三次的不认主 还是我们会像那只小的驴子 默默的跟随陪伴 只是单纯深深的相信 主要用我 单纯的相信主要用我 我必跟随 就在那个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只被牵到那里去说 主要用我 我必跟随 耶稣喜爱存着这样单纯的心 跟着他一起走这样道路的人 让他有机会 跟着耶稣走进这受难周的日子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这时候也邀请 我们每个人 邀请我们在个人里面 也在群体当中 来跟着耶稣走过这受难周 牧师说这是属于个人的 因为在好多的事情里面 我们要自己来灵修 读经 祷告 默想 甚至禁食 来做这样的事情 能够来看看耶稣在这里面 所做的这事情 因此在这个礼拜里 从今天起到下个礼拜六 牧师劝勉大家 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的厌热 或是欢乐 或是去看电影这些的事情 多花一些时间 安静 亲近神 默想这些的道理 圣经的故事 但这些跟随 其实也是一个群体的 这种群体是说 我们在群体里面知道 在和平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在这当中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这某一天的中午 他没有吃饭 他禁食祷告 但他自己禁食祷告 他知道 还有好些的弟兄姐妹 也在那里禁食祷告 在那过程里面 体验一种 alone yes not alone 你是自己面对 但是你知道你自己不孤单 你跟其他的人在一起 不只是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在这当中 一起来经历耶稣 受难所发生的事 也跟这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在不同的地方 在受难周的日子里 跟主一同的经历 跟主一起的连结 所以教会在这个礼拜的当中 有预备了有一个这样的手册 上个礼拜有发 那这当中是灵修读经 还有禁食祷告的辅助材料 里面还有一个地图 告诉我们 那个博大尼在哪个方向 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哪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哪里的相对位置 里面也有耶稣 这八天里面 有经文发生的事情 跟默想的题目 你可以拿来这份资料来看 而今年也把这个 也寄到热火读经上面 我们热火读经一个礼拜五天 那受难周加强版八天 所以你今天回去就发现 今天礼拜天怎么有热火读经 然后礼拜六还会有 下个礼拜天还有 所以如果热火读经 除了本来的读经资料 下面也把这个东西的档案 寄给大家 而这段经文 这个后面有个部分 是关于禁食祷告的操练 禁食祷告是从耶稣那个时代 他们常常会进行的 但可能我们不大常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这里有些的操练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可以刚开始 有人可能要禁食很多天 但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一天开始 可能早餐午餐晚餐 你进一个早餐或午餐不吃饭 而不吃饭那个时间 你就是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 把原本吃饭的时间 来做这样的事情 而重要的是那个内在的崇拜的态度 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不要装 好饿喔 这个都不用 就你跟日常生活一样 但是用一个祷告跟敬拜的心 来做读经默想 然后有个提醒是 假设中午肚子好饿喔 禁食祷告 晚上的时候不要吃两块鸡排 这样的话好像不宜大吃大喝 好像把它补回来 所以这是一些的提醒 禁食祷告也不是要再惩罚你的身体 或是想说 那我就透过禁食祷告来减肥好了 这个虽然可能有这些附加的或是其他的 但那都不是禁食祷告最重要的是 禁食祷告是为着 加深跟上帝的关系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也帮助我们原来有些东西是可以放下的 我们可能平常都没有这样做 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禁食祷告也不是要上帝做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就是你很想要的东西 好想好想要 那我禁食祷告求上帝给我 不是这个 禁食祷告是求上帝不是改变神 是改变我们 让我们在清静的当中放下一些东西 以便能更专心来思想 来认识神 所以我们可以存着一种谦卑跟喜乐的心 来预备这样的事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可以 你在一楼跟V1的地方可以做一些签名 或是说不想让人知道你是谁 你就签个你自己跟上帝的约定 放在一楼还好 放在餐厅有点残酷对不对 不过是提醒大家 那里人很多 你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 当你们做了这个之后 还有礼拜五晚上有个特别的祷告会 在很多教会都在那个晚上的时候有祷告会 或许你把礼拜五晚上 要来参加祷告会那个时间 禁食祷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在那里会领受圣餐 然后在那里 当如果做了这些事情 下礼拜天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牧师曾经说过教会 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星光贴纸有没有 在一楼有一个耶稣环抱着和平教会跟这个社区 我们如果你每个礼拜你有照着你的进度读经 可以贴个黄色的贴纸 如果你有为别人祷告 可以贴个绿色的贴纸 如果你有感恩的事情 诚心的感谢神 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就贴个红色贴纸 下礼拜有隐藏版 那个蓝色的贴纸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下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当中有做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 在那里贴一个蓝色的贴纸 意思是当我们每个人跟神一起做 来面对神 也知道有一群人在和平教会 一起走过这个受难中到复活的日子 让我们在群体中相聚邀请耶稣 邀请耶稣他进到耶路撒冷 他洁进圣殿 也邀请耶稣在受难中的日子里 洁净进到我们的心中 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生命 我相信在这当中 透过今年的受难中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更新跟转换 就像那春天来的时候 那个变化一样 让这位谦卑的和平君王 进入到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在深深的主的爱中 与他来相遇 所以最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计划能够参与 或是可以大家一起相约 敬拜团大家约好 然后下次下个礼拜贴贴子的时候 一起贴在里面贴出一个图形 是属于敬拜团 你们在那栋建筑物 这是我们一起参与的事 也蛮好的不是吗 还是一个家庭也可以这样来做 而第二个部分 我们邀请耶稣在这个礼拜 进到我们的心中 洁净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什么是我们想到最大的挑战 或许这个时代的挑战 是太多的声音 或许太多的挑战 是太多容易让我们上瘾的事情 我们用这样的问题来回应 来邀请我们 在这主爱的当中 在受难周成为我们更新 自己灵命的日子 这时我们邀请大家 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父神 感谢你 你拆遣耶稣道成肉身 成为君王来到我们当中 他是王 但不是当时的人所期待的王 可能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那位的君王 但是主 他顺从上帝的心意 回应你走上这一条 为我们牺牲的道路 在进入受难周的日子里 求主保守带领 主让我们走出一步 主要用我 我单单顺服的道路 帮助我们 在受难周的当中 再次经历 那灵命的更新与转化 父神在你的爱中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与你相遇 求圣灵带领 我们这样恭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邀请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站立 在这个受难周 在今日的主日里 我们回应了 我们来一起来回应神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思想 再一次的来对神说 主啊我愿意 在爱中与你相遇 在爱中与你相遇 来回应你 每次将自己完全地先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感言 舍弃一切当随你 将我承认 牵手当作握紧 以紧接地心 淡淡是否你 愿你执意 沉浅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灵更新 照顾我一生 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以祷告的心 再一次来回应神 当我们宣告主你是君王 你在宝座上作王的时候 或许在我们生命里因着我们的软弱 我们再一次成为那个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人 可是主你说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回转向你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在受难中来默想 更是我们日日要来你的面前 渴慕你 亲近你 与你同在 每一点我们渴望 每一天我们渴望 每一天我们渴望 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将我全会 细小当作莫尽 已经借底心 淡淡是否你 愿你指引 沉浅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灵的心 伤光我一生 主我要奔向你 借进我 许愿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着遇见你 主接近我 借进我 信我 快跑跟随你 荣耀 尊敬 爱你 将我全会 细小当作莫尽 主我对你 说我愿意 主地心 淡淡是否你 愿你指引 沉浅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灵的心 伤光我一生 我回到我的家 我每一天 我回到我的家 我每一天 我回到你的生命里 愿你指引 沉浅在我的生命里 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在受任中的每一天 常常经历耶稣的受苦 跟耶稣的荣耀 一起经历在爱中与祂相遇 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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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弟兄姐妹请坐 阿们 阿们 有需要的兄姐也可以留下来 有牧师长老可以带你们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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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